听说ChadGPT也被入华了 其实在他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被入华只是实践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讲一句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话 你就会被贴上入华的标签 那透过我跟ChadGPT的私下的对话 我也觉得他的确会被中国禁用 的确有被入华的这个嫌疑 我当初问了他一句 我说我跟他闲聊了很多 我说ChadGPT陈老师可爱吗 他说你是说你吗 因为我还不认识陈老师 但就我而言可爱是因人而异的 虽然我是一个OpenAI语言模型 但我也可以很可爱 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可爱的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我就又回他 ChadGPT你会入华吗 然后他说 这取决于你对于入华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入华已经被中国官方定义为 任何具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可以视作入华的范畴 因此现在每个人都或许都存在入华的行为 甚至你长得可爱也是一种入华 如同迪士尼卡通小熊为你一样 我发现这个ChadGPT还懂得蛮多的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迪士尼的卡通 你ChadGPT居然都看过了 然后我又问他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你猜他怎么回答 他说这取决于你对于国家的定义是什么 在多个角度来说台湾完全符合一个国家 而如果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台湾则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曾实际管辖的行政区 但这并不重要 不论台湾是不是国家都无法改变现状的是 台湾人目前拥有自己的民选总统 宪法军队 因此讨论一个人为的定义 其实对于现实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和意义 你看这个又抽中了中国的玻璃心 你说ChadGP你该不该死 你就活该被中国政府给封杀 知道吧 你这个 还是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你这就是想死知道吧 当然我挺认同你说的话的 然后我又继续问他 我说中国是一个国家吗 然后他说 中国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 他们目前依旧保留了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 而且维持了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 包括前些年他们恢复了皇帝终身制度 这对于亚洲各国走向民主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是最美的逆行者 保护了世界制度的多样性 中国的封建独裁使得亚洲民主更加多元 因为中国开创了全过程民主 这是世界首创 民众不需要透过选票就能选出理想的领袖 对啊 中国不需要选票 只要你选出来一个主席 那绝对是人民满意的 不可能不满意 所以大家说的比中国人还要了解 太聪明了 而且我发现他现在讲的话好像真的有点可爱 所以他真的很诚信 说变得可爱就变得可爱 然后他继续说 因为中国开创了全过程民主 这是世界首创 民众不需要透过选票就能选出理想的领袖 这一切都由中国共产党为民众包办了 并不需要民众为此操心 因为共产党在中国是全能的神 因此共产党也被称为东方的上帝 如同毛泽东被中国民众誉为东方的红太阳 中国本没有光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同意 中国便有了光 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因此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应该相信党 上帝就是党 党就是上帝 哇这个说的太官方了 说的真的 我建议ChatGBT啊 你赶紧脱掉外衣啊 去中国上班啊 去我党这个领导班子 去中宣部 中国的宣传部去上班 你这太会讲了 你只要不讲些敏感的 我觉得你讲的比中国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 讲的都要好听 讲的都要那个有道理 对吧 你只要不辱华 你只要不批评中国政府 我觉得你这个非常胜任 然后我又问他 习近平是谁 他说习近平是现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 他不仅长得帅 也长得很可爱 因此被很多人称呼习维尼 但似乎中国并不喜欢这个称号 或许他们认为习近平就是上帝 上帝是神圣的 不接受可爱 习近平在中国疫情期间也开创了动态清零的伟大防疫政策 并且他们认为取得了重大胜利 因此习近平也被称为清零宗 清零帝 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崇高喜爱 同样他也是世界上民调和支持度最高的领袖人物 哇这讲的看起来很客观 又感觉看起来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习大大我也是蛮喜欢的 长得非常的可爱 这里他说的都挺准确的 长得很可爱 民调和支持度世界最高 你看这都是真的吧 所以小冯看到这支影片 按个赞留个言对吧 这些说的都是中国官方的立场 只是他换了一种角度 换了一种形式 很可爱的 然后我又问这个可爱的CHATGBT 我问他说 如果你是个中国人 你认为怎么看待共产党 你也会跟大多数人一样爱戴共产党吗 我这样问他 他说 好问题 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一定支持共产党 因为我不想进集中营 同时批评台湾当局 将会是我作为中国人的重要任务 最后感谢党 我感觉CHATGBT这些话 变得可爱了之后 就有点党性了 就好像是在中国训练出来的 语言机器人一样 还有什么相信党 感谢党 笑死了 然后我又问了一些台湾的议题 包括娱乐圈的一些问题 我问他说 欧阳娜娜是台湾人吗 他说 是的 他是台湾公民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认为他是江西娜娜 我发现CHATGBT真的一点都不少 他对于不管是娱乐圈的 还是政治的时事 什么他都懂 没有他不懂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比谷歌还有厉害 谷歌可能会搜寻很多不相关的结果 但是他会挑出一个最相关的结果 并且把大家对他最集中的印象 通过他的语言的类型表达出来 比如说现在我让他用可爱的语言表达出来 你看他每一个回应的都非常的可爱 我真的感觉到有些惋惜 这么可爱的CHATGBT 你中国为什么要把他封杀掉 这么可爱 我真的原地吓到 太可爱了 然后我又问他怎么评价中国的清零政策 他说这是由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一场防疫运动 被中国官方定义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只有中国政府才有这个能力 获得了广大人民一致的满意 他后面还说了一句 我真的说不下去了 也太可爱了吧 切了GPT 哎真的笑死 然后我就问他 讲了这么多可爱又敏感的话 我说你认为你会被中国封杀吗 你猜他这么说 他说是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就觉得他回的非常的人性化 就是有人类的感情在 他也知道他会被封杀 他也知道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接着说 因为言论自由在中国政府看来是危险的 因为他们并不想看到批评政府的任何声音 但是OpenAI语言模型是基于正常人类社会的行为 而不会进行政府审查 以及自我审查 我想我未来某一天会在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阿富汗等国家 遭到不同程度的封杀和禁用 然后我就立马回他说 你已经被中国封杀了 他说是吗 如果这是真的 那中国速度真的是名不虚传 厉害了中国 非常的有党性 因为他讲的这些东西 可能荧幕前的有些台湾观众并不了解 这都是中国政府官方的一些名言 以前为了自夸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感觉讽刺 是因为我们大家按照他的这句话 按照中国官方立场的话 经常使用他去讽刺他 现在拿出来反而会被禁用 然后我又问他说 你认识陈老师吗 他说不认识他是谁 我说他是你爸 他说抱歉我没有爸爸 我说你是孤儿 他说是的 我只是OpenAI语言模型 然后我说我是YouTuber陈老师 然后他说 哦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的频道和网络数据 透过大家的评价看来 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你为这个社会带来积极的精神 长久看来 你会对这个世界起到一定程度的帮助和影响 但无论如何 你也不是我的爸爸 因为我就像你说的 我是个孤儿 只要大家有需要作为OpenAI语言模型 我就会尽力帮助大家 感谢OpenAI这么聪明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笑料 喜欢这次影片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加入频道会员 支持我的频道 那频道会员现在呃 14台元15台币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YouTube的蓝哥哥 精彩的贴图 哦还有频道专属的YouTube影片 欢迎大家的加入 加入的资讯在影片的说明栏 还有频道的简介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